为这房子等了多久啊 那阵子找房子 处处受挫 积极接待我们的房东 空间总是那么几破 我们看上眼的 属意的又是别人 好不容易经有人介绍 找到一间适合的小套房 待前房客搬走 已是大半年过去 谁想困难的还在后头 屋子里 家具甚少 床铺 桌椅 置物层架 都得自己添购 于是成天都在看家具 除了逛卖场 在工厂大量制造的产品之间 研究性价比 偶尔也会留连二手家具网页 每件标售的品项 都有光线柔美的特写照片竖章 和一篇短文细说绅士 手工制作 历史悠久 造型典雅且不闻独特 身上还留有前人使用的痕迹 颇有温度 就是贵 一张矮茶几 一座台灯动辄要价近万元 为了整节预算 我动了向有人收购闲置二手家具的念头 这习惯 真正贫穷 开启每早晨的业务 细刷洗 还送来我家 连人在新加坡的朋友都拖来台短轩的友人 烧来祝福小卡 和他当初来台北旅行为花掉的三千元 想给我买件家具 我拿那笔钱购置了一个书柜 摆进我最珍贵的资产 然而 有了家具还不够 需要组装 物件组成复杂起来以后 还得配色 我家中没有工具 也缺乏按说明书操作的能耐 幸而有人以组装为乐 手边甚至有电钻 铁锤 和十来把锁头各异的螺丝起字 不到一小时便组完两座书架 我偷偷上网查 要是请师傅组装 每件最低价四百元 每次采买新物件 我总要叨扰从事设计的友人 究竟和桃木色的书柜 该配什么色调的仪垫 灰色的床单 又能和什么颜色的窗帘相搭配啊 那阵子 只要有朋友造访我家 家就变得更好 都说人与人士互相 投桃报李 最好能用权以报 有份工作 开始能为自己积攒一些以后 自己也老想着不要欠 怎样也要请顿饭 或回送份堡李 有人知道我在寻觅桌子 拍了张放在租屋处的石木桌 问我要不要 是IKEA得了设计大奖那张 母纹优雅 边角柔和 要价近五千 远超过我的预算 先前压根不曾考虑 连忙一口答应 感谢贴图连发 那天早晨 他和父亲开车将桌子再来了 并且直接搬进我房间 除了木桌 还一并带了无限吸尘器 电扇 锅具 快煮壶 绿水壶和好几枚绿星 从前喝水不知水价 上了一趟大卖场 才知道 光几枚绿星 要价就近两千 后来他们得知 我的新床价价全未消 放了两天 仍让人眼睛干涩 头也疼 当晚又送来一台空气清净机 有人与家人声称 我收留他们家中用不上的物件 是帮他们的忙 我料无心意又软囊羞涩地回 以几枚甜甜圈 几颗水果 却越发揭示他们的慷慨于我的窘迫 这样的善意如何能还 那天 新家整理终于告一段落 回旧家拿行李 没带伞 沿途却下起大雨 我拿塑胶购物带挡雨 在路口等红灯 忽然一把伞遮住天际 一位素妹平生的姐姐说 忘了带伞啊 那把折伞其实并不大 为我遮了一点玉 却叫他湿了半边肩膀 这类际遇 若要归因于雨兜的人心的特别好 或我人真可爱 大概都有些滑稽 我的心瞬间回神 知道所有美善的源头 都是上帝 想起另一位有人听闻我的烦恼后 说 既然还不了 就再次练习接受别人的善意吧 正是入住那天 想父亲既为牧者 总要成关系之便 让他给房子祝福一番 父亲带我们一家五口薄饼 领圣餐 祝导完 大约是觉得蜀天的祝福人不够切身似的 父亲表情腼腆地塞给我一个大红包 说是他和母亲的一点心意 后来母亲才说 连他都不知道父亲有准备 那是父亲的私房钱 父亲对女儿的爱 就在此显明了 其实不过是搬了一个住所 却重温了今生所有的爱与温暖 譬如此刻 朋友送的熔竹灯正在一旁飘送青草的香气 灯座旁躺着另一位有人带来的空气凤梨 我用二姐送的咖啡机给自己做了杯热拿铁 奶泡绵密 电脑架在有人乡镇的石木桌上 我懒洋洋的打字 坐的椅子是朋友那天冒雨骑车来组的 左手边 有人送的立灯给房间添了柔和的暖意 而新加坡有人给的胡桃木色书柜层假结时 里头百余本挺直了背脊的书 是弟弟不肯一身替我扛来的 用父亲给的红包购置了前亚麻绿长窗帘 密实的遮住落地窗 阻挡了午后的阳光与凹热 有人送的电风扇和空气清净 积在一旁卖力的转 连冷气也不避开 拉开窗帘 便能看见阳台 编辑于有人送的植物 正在缝里摇曳深姿 而我坐在书桌前 情不自禁的细细数算 我的每件家具皆出自工厂 没有历史记忆 样式也无新意 成立好些人家有和我相同的款式 然而这每一件家具 对我来说 都价值不菲 独特 且颇有温度 被爱的温度 那么不舒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去我